谭爷爷一看暴雨停了,立马爆了一堆新鲜的竹子,提了一桶的笋,放在花花叶子的小窝里,然后又回去拿了不少小苹果,摆放在四处,一切都搞定,爷爷也是相当有派头,大手一挥,示意保安小哥一切准备就绪,可以开放游客排队进场了,保安小哥心领神会立马安排,那效率杠杠的。 与此同时,我正一个人悲催地堵在前往基地的路上,一动不动,双眼紧盯着手机屏幕等待花叶出场,仿佛世界都缩小在了那方寸之间。 小叶子最听爷爷话,今天打头阵,把姐姐带出来,这大摇大摆的姿态,特别地放松。 叔叔爷爷们,我要开饭咯。 咦?叶子,你不等姐姐一起吗? 他呀,还在梳妆打扮呢。 早到的小熊,有果果吃。 姐姐不好意思哦,我先下手围墙了。 花花迈着标志性的优雅步伐,从容不迫地走出来了。 刚刚谁又在背后屈屈我,叶子呢,熊都跑哪去了? 走到转角处,花花一眼就瞄见果果笋笋,都被叶子截足先登了。 不好,我的果果。 花花心急如焚,一个俯冲闪电一般冲下去了。 叶子抬头只见前方一黑,一股浑源的力量向她汹涌而来。 姐姐你终于来了,我等你很久了。 老师交代,吃了我多少果果。 两姐妹合体一起吃吃喝喝了,此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了。 花花把身体蜷缩在缩缩板下面躲雨,好聪明。 再回来说说我,跋山涉水的总算是开始排队了。 可这雨越来越大,保安阿姨也提醒说,花叶可能随时要被收回去了。 果然快排到时,听到了爷爷喊花花,保安小哥说两只都收回去了。 先去那块月亮海花,先去那块月亮海花,先去那块月亮海花,别喊啊,喊不出来的,没必要,各位,建议往山上走去参观了。 花花,没有啦。 上午九点半,花花准时出现在玻璃房营业了,也不知道是看到什么了?花花摩旋擦掌,骂骂咧咧的。 今天爷爷摆放了很多笋,花花嘶嘶文文细胶蔓延了一个小时,此刻终于有点困了。 看看这一堆吃剩的笋皮,能用就别浪费,用来做枕头倒是挺舒服的。